新的統一註冊措施由政府介入 但就近入學原則收生 周遊學校自行處理,會否有漏洞呢? 教育局說,如果一個學生是百多個行額 當然不可能做到供求平衡 而新的措施是可以推動家長及早選擇 對於幼稚園來說也是有好處 不可以及早釋放正月的行額出來給有需要的人 教育局說,要相信幼稚園有能力去依從 就近入學原則收生 再配合一人一位的措施 就可以滿足這兩區學童的需要 不過有教育界議員就認為 政府是不應該將核對真實地址的責任 完全交給幼稚園去分辨 新措施包括就近入學原則 但近期北區有人貼街招 說可以為雙非學童提供保護服務 甚至借地址申請入學 幼稚園校長說,以前遇過有家長報假地址 學校在核實方面有一定困難 但學校也有辦法去識別 我遇過一個實際案件 是去年的 當我去檢查他們的報名表的時候 我發現五張報名表的地址一樣 監護人同樣都一樣 但五個小朋友是不同性的 另外就是如果他報他的地址 你自己住哪裡 你一說你住哪裡 一說就說得出的 但那些真是借親戚朋友的地址 或者一個新的地址他沒有住的 他是即時說不到的 北區和大埔推行一人一位 和採取就近入學收生原則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 未必能夠釋除本地家長的憂慮 都和北區的家長在相互 他們的反應其實問題都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可能都有很多的漏洞 是需要倒塞的 包括解地址 或者學管等等這些問題 要查一下這個是不是真的 原居居住的居民的話 是要政府扮演一個更加主動的角色 就像以前火柱調查公屋的居民 是不是在那裡住一樣 也都有人擔心 只是在北區和大埔推新的收生措施 可能會令到更多商非家長 改到去屯門和元朗報幼稚園 令到學位緊張的問題延伸去其他地區 教育局回應說 屯門和元朗區的學額充足 相信能夠足夠應付 局方會繼續和各區校長開會了解情況 若然其他地區認為有需要 跟從統一註冊的措施 教育局會協助 教育局說明白到有些家長 可能不太明新的收生安排 局方會設家長講座向他們解釋 至於明年北區和大埔幼稚園 是否都是繼續以統一註冊模式來報學校 教育局就說未來會繼續和業界開會去商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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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